大家好,今天是周一,我们看了看新闻很多,这个周末好像有很多新闻 我们首先先感谢一下朋友们在春节期间给我们108引播室的donation 虽然donation是很小的一个金额,但是我们感受到了网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也感谢我们的会员,我们的会员是每个月都有一个小金额 不管是1块9毛9还是4块9毛9,但是这个心意,这一份情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这个也是促使我们该频道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 到今天慢慢的春节这个话题呢,就算是过去了 因为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台湾,我听说一般都要过到初五 初五之后,大部分员工就会上班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2022年的春节呢,就让它过去了 再次感谢在春节期间,对我们108引播室进行donation的所有的朋友们 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再有一个是周末,这个周末也过去了 我们是这样,在2月份,我们有一些周末都要去做其他别的事情 当然有网友给我发信,说你们周末好好的休息 因为我们在栏目上写的是周末我们要休息一下 其实我们不是休息,我们是在周末呢,要到其他的城市去做其他的工作 因为就像这个平台,这个108演播室这个平台 每天只能创造30到40块钱的收入 这点收入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继续往下走 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所有的时间去工作,去挣钱 才能保持这个频道正常的播出 因此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没有休息 我们是在忙于其他的事情 所以没有时间 因为我们是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没有办法回到电脑前面再为大家做节目 所以我们周末也许放一点音乐片 也许就停两天 这个在后面的几个星期里面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万一在周末看不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大家原谅 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在周末来做这个项目 因为有一些工作我们必须要在周末去完成 所以要到离我们演播室很远的地方去 因此在后面呢 我们很可能还有目前在二月份的schedule当中 后面的周末都是要做其他工作的 所以我们栏目在周末会停播两天 如果能放一点音乐片 让大家轻松一下就放一点 如果来不及制作的话呢 周六周日大家就休息一下 等周一我们回到办公室再为大家做新闻的评论 这是关于前面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今天回来说新闻 新闻很多台湾的也有加拿大的也有中国的也有好多 那我们先简单的先说一说台湾这个事情吧 台湾的事情首先还是我们说论文门这个事情有话题 论文门那个事情我们之前前两天先说了一个就是 英国伦敦政经他把那个声明下架了 声明就是蔡甲博士有博士学位这个声明已经下架了 结果呢就悄悄的上来了 上来之后当时我不是留了个言吗 我说大家解读一下 他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又上来了 下是没有问题 上绝对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们没有完全解读出来 我们再看 结果紧接的 哎来事了 伦敦大学来文章了 这个伦敦大学呢 夸也出了一个声明 声明就是说 蔡甲博士这个博士是正式授予的 但是论文这个事情找不着了 这个我们不清楚 反正这我们也不知道 来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新闻 新闻来自于中时新闻网 新闻的标题是这样说的 论文门伦敦大学一篇声明彭文正发现一件事 针对蔡甲博士论文门争议 伦敦大学网站日前声明 现任台湾总统蔡甲博士 经两位考官确认论文之提交和减合于1984年2月取得博士学位 虽然尚不清楚图书馆是如何保存论文影本的 但这跟蔡的学位无关 该博士学位已被正式授予 不过此声明发布之后 相关人士的质疑并未终止 资深媒体人彭文正就认为 如果伦敦政经学院LSE2019年10月8日的声明是真的 伦敦大学这篇声明根本是苟尾虚招 好我们先看一看这一篇 这篇文章说的就是伦敦大学又来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呢就是 不管图书馆有没有论文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搞不清楚 反正我这个学位发了 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 这有意思了 你看我解读 最近就论文门这个事情啊 有一只黑手一直在后面操纵的 操纵什么呢 就是绝对不要把蔡贾博士这个 假论文贾博士证书 以及论文门这个事情曝光出来 证实它是一个假的 就是一定要帮助掩盖欺骗全世界 必须掩盖最好掩盖他到下台那一天 这只黑手存在 绝对存在 也就是有很多点综合起来 我们看 第一伦敦政经本来下架了 因为他理亏下架了 突然上来了一定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尚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原因 但紧接着伦敦大学 就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这两个是有因果关系的 也就是他们一定接到了一个信息 就是继续掩盖 前面说了论文没有 没有就没有了 我不管了 但是我那证书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天大家在追这个三张证书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不管他有没有论文 反正我就说了证书是真的 博士就真的 你看有意思了 也就是说一个堂堂的大英帝国的大学 我的博士有没有论文无所谓 只要我这张纸发出去了 就是真的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文章里边 我解读出来一个信息就是 蔡甲博士的三张博士证书里边 有一张纸就是从伦敦大学滴了出来的 这张是真的 这张纸是真的 是我授予的 至于我授予他这张纸是博士 有没有论文 我不管 反正我授予了 你看看 全世界这个博士有这么拿的吗 没论文 反正我就给你张纸 那用什么来交换这张纸呢 那只有一个解释了 用钱买的 不是吗 你给我一笔钱 赞助我一下什么东西 看我给你张纸 这张纸真的 我就认为真的了 我就公开撒谎了 我前面还说 这就叫撒谎 在光天花日之下 我就撒谎了 能拿怎么着 哎 这个全世界你注意看 所有这个君主力限制的国家 在他的司法里边 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 撒谎是犯罪 没有 有吗 绝对没有 你去查好了 再放大 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边 你有听说过 由于这个人说了一句谎话 被判罪吗 没有 因此说谎话 撒谎骗人 这不叫犯罪 这是很正常 所以我现在就公开的撒谎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 你不能拿我怎么着 因为法律从来就不制裁这个撒谎的人 加拿大不是也一样吗 你撒谎 政府非常高兴 保护你 警察保护 政府保护 给钱 给吃的给喝的 而质疑撒谎那个人 揭发撒谎那个人 打 警察抓 法庭判 将公关判 工作吊销 最后政府对你进行经济制裁 这个 就是出现在这个君主力限制的国家里边 彻底的颠覆了我们 过去啊 没来到这个土地上之前 对他们的看法 或者说彻底颠覆了 他们对外宣传那个假面具 假面具你要不接近他 你要不钻进去 你看不见 这个假面具里边是什么 羊皮 你不给的撕开 你不知道后边是一只狼 他披着就是羊皮 挂羊头 卖狼肉 就是这样 好我们回来说 为什么说我说这是背后一只黑手呢 这只黑手 控制了伦敦政经 啪 那篇声明 重新上架 紧接着 英国大学 咔 来了一个声明说 这张纸是真的 同时在台湾有反应 其实就在同一个时间 台湾所有的媒体 轰的一下起来 高声谈论论文门这个事情了 非常的不正常 以前都是压着不许说不许说 现在呢 咔一下出来了 说什么 来我们看第一篇文章就是吴子佳这个绿嘴说话了 吴子佳说什么呢 吴子佳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蔡甲博士是一个真正的博士 从没怀疑过 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篇文章 文章还是来自于中时新闻网 吴子佳五日在其主持的网络节目 董事长开讲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相信 蔡甲博士论文是真的 也根本不在乎蔡甲博士的论文是真还是假的 不过他个人觉得伦敦大学特别去弄这份声明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是过去很多网友也不断的问他 为什么都不谈蔡甲博士的博士论文门的原因 对于伦敦大学为何突然发出这篇声明 吴子佳说他个人判断 蔡甲博士的论文全台湾没有几个人关心 真正关心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蔡甲博士 另一个是彭文正 而据他了解 蔡甲博士非常care论文这件事 尤其是牵涉到他个人有关的事情 很可能是让他寝食难安的 这个我们说吴子佳呀 先说吴子佳 吴子佳那个嘴呢 这是个绿嘴 这不用说了 而且吴子佳这个面相看上去啊 老奸巨华 吴子佳那个体相看上去 骷髅 骷髅就是几根嘎本 几根嘎本骨头 没肉没血没肉的 一撅嘎本就折了这种 骷髅体相 老奸巨华的面相 手相我不知道 吴子佳呢 过去一直是绿营的 绿嘴 前不久呢 做了一个假戏 什么假戏呢 说民进党把它开除了 对吧 然后呢 他就哇 突然吴子佳的名字 占据了那个新闻的头版头条 紧接着吴子佳就开始做戏了 做什么戏呢 每天都放民调 放什么民调 都是选举的民调 哎呦20242022 天天放民调 吴子佳那个美丽岛民调 其实他不用打电话 编个数字就出来了 这是一位资深的台湾人告诉我的 说你不用相信吴子佳那个民调 我说我当然不相信了 说他那个民调 打一个电话可以出一万个结论 就是这么简单 请问在台湾 有多少人接过吴子佳这个民调 这所谓的美丽岛民调打来的电话 说怎么怎么样 有人几个人接到 少而又少 也就是吴子佳做民调不需要真正打的 打一个电话编一千个 结果打两个电话编两千个结果 打三个电话三千个结果 结束 民调出来了 他是根据他事先设置好那个数字 释放民调 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民进党把吴子佳假装开除呢 一开除好像吴子佳就是公正的了 哎呦我不是绿嘴了啊 我是反对绿嘴的了 可是你看吴子佳做的一切事情 跟他过去做的是一模一样 到今天吴子佳在同一个时间窜出来了 按照他的说法 他从始到中到今天 吴子佳都认为蔡家博士 那个博士论文是真的 牛逼了 这牛逼大了 吴子佳从始到中到今天 都认为蔡家博士那个论文是真的 所以他认为根本不需要一谈 这个吴子佳玩这个啊 我们说两种极端的啊 一个吴子佳傻的 比那二傻子二呆子还傻 看像吗 老奸巨华一定不跟傻子挂钩 对不对 好如果不是那个二呆子二傻子 吴子佳就是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蔡家博士没有博士 但是呢 哎我就要说 我从始到中都认为蔡家博士 是不是论文是真的 嗯 你看看 这个绿嘴呢 就公开的暴露出来了 就像彭老师说的这个试金石啊 就把这个吴子佳这个绿嘴啊给试出来了 吴子佳为什么在这时候突然跳出来呢 我就认为跟伦敦政经和伦敦大学这个声明出来是相关的 他也谈到了 他就是因为伦敦大学这个文章出来以后 他就迎合一下夸两个大桥 所以吴子佳呢是接受了民进党的旨意 就在这个时候在你的节目里边 在什么吕董事长那个节目里边 你给我说 你就认为蔡是真的 吴子佳那个栏目他就说了 在他自己的栏目里边说了 对吗 这是一 第二 吴子佳说了 他说整个台湾只有两个人最care论文门的事情 一个是蔡甲博士 一个是彭文正 谁跟他说整个台湾只有两个人care这件事情啊 在台湾好歹也有贺德芬老师吧 在台湾也有张进律师吧 在台湾也有那么多的彭文正那节目下边有三十多万的粉丝 起码有二十万是台湾人 台湾真正追求公平正义的人 他们都很care 蔡这个博士是不是假的 如果你是假的 你没有诚信 你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对吗 怎么可能台湾就只有彭文正一个人呢 吴子佳这个嘴也够脏的了 够烂的了 吴子佳的嘴里边有多少蛆 有多少蛆 有多少虫 吴子佳那个嘴一张开 你就看到了一堆大粪要出来 吴子佳那个嘴一张开一抛尿要出来 不是吗 就是这样 这么脏的一个嘴 还有脸说 蔡贾博士这个论文是真的 这个呢 也是第一次啊 在台湾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民进党不封杀的栏目里边公开的把论文门三个字说出来 一旦说出来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说出来的 那显然吴子佳依然还是蔡贾博士的一个打手 第三 吴子佳说了 这个论文门呢 让蔡贾博士吃不好睡不好 哎 吴子佳你都被这个民进党给开除了 你怎么知道蔡贾博士吃饭不好了呢 难道你坐的蔡贾博士那桌盘你跟他一起吃饭吗 哎 吴子佳你怎么知道蔡贾博士睡觉不好了呢 你是不是睡在蔡贾博士身边你 你才能知道呢 否则你怎么能知道呢 吴子佳是不是那个第十二大狼呢 你这个戏演的就是把自己前面那个假装被民进党开除已经暴露了 又假装自己跟蔡贾博士特亲密 连蔡贾博士吃饭不香睡觉不好 吴子佳都知道 那只有在他身边的人知道啊 这个东西烂到家了 我觉得吴子佳这个烂嘴呢 其实啊 他越这么说 对他越不利 但是呢 我相信吴子佳是有好处的 所以他受人之托 你给我这么说 这烂嘴就粘开了 一堆屎尿 就从吴子佳的嘴里边夸击就出来了 这一番话 吴子佳说出来的 我的理解就是一堆屎 一泡尿 一堆苍蝇 喷向台湾的上空 污染台湾的空气 不是吗 我们说吴子佳后面还有一个 再看下一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 学者称 不怀疑蔡贾博士有LSE博士学位 环境工程学者庄昨日在脸书中推崇 蔡贾博士治理国家的能力 称他一点都不怀疑 蔡贾博士拥有伦敦政经学院LSE的博士学位 你看这个人的说法和吴子佳的说法 是不是来自于一个中央厨房的 可能还有我们没看到的 对吗 也就是说资深学者也说了 蔡贾博士不怀疑就是真正的博士 所以从这些信息 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的信息就看到 有一个中央厨房放出了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呢 首先呢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啪把那声明重新上架 然后伦敦大学啪出来一个声明 蔡贾博士有博士 但是论文我不管了 我不清楚了 以后再说吧 同时吴子佳这种烂嘴 和什么所谓的这种学者 开始内外呼应说 你看这个我们就是相信他有博士学位 这个操作呢在过去之前是完全没有 之前就是压不要说 不要说现在已经有点压不住了 有一点压不住了 为什么呢 就是彭老师这边的东西越来越多 同时在台湾内部中天这个网络 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由于中天的加入 由于NCC把中天打掉了 如果中天不被打掉的话 中天在之前也是一个字都不说的 中天和TVBS是一模一样的 他有一个NCC我拿着你的营业执照 我让你干不下去的这种威胁手段 让中天不说话 所以中天被NCC打掉了之后 来到网络这个地方了 破关破摔了 他也要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压不住了 现在可眼看压不住了 包括什么英国的行政法院都你都已经确认了 你也没有都没有 既然你谁都没有了 那这些博士就没有了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是蔡贾博士一个垂死挣扎的一个动作 就是一定要撑住 一定要袒护这个贾博士 英国也真的配合 也真配合 英国这个野鸡大学也到这种程度 我看真的是 这种大学以后就算了吧 算了吧 撒谎 不脸红 这就是他们干的 当然我刚才看了彭文正老师的一个节目 彭老师呢 有一个小女儿啊 唱那个歌啊 挺可爱 挺可爱 我觉得呢 挺有意思 特别巧的就是 就在上周 我这有一个学生呢 有一天在看我们在这制作这个编辑啊 编辑节目的时候啊 就看到我们在做这个 蔡贾博士贾论文这个事情 他们呢 是绝对不看其他的网络频道的 但是看我的频道 看我的频道呢 这个学生11岁 这个学生呢 问了我们同样和彭文正女儿问他的同样的一句话 也就是 他说 你们说的这个事情 台湾这个总统这个蔡 博士是假的骗人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他就觉得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他认为一个总统不可思议 是个骗子 我们说是真的呀 他这个博士就是假的呀 他说在骗人呢 那这孩子也就是问了同样的问题 就说既然他是个骗子 他为什么还能当总统 这个作为孩子的非常天真的一面 就是孩子他知道撒谎是不可以的 骗人是不可以的 任何一个国家总统都是要崇拜的 都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典范 就是总统 孩子们是这么认为的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我给他的答复呢 就和彭文正给他女儿答复呢 不太一样 我说蔡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总统 这孩子就不懂 你什么意思 你们这批评他造假 完了陈老师你又说 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总统 那我就不懂了 我说作为一个总统 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他说什么基本条件 我说作为一个总统就一定要会骗人 一定要拿到骗子大学的学位 他大眼睛瞪了一下 转不过这个弯来 拿到骗子大学的学位 那蔡他拿到骗子大学的学位了吗 我说他拿到了 蔡拿到了骗子大学的博士学位 所以他就可以非常合格的 去当台湾的那个总统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当然这个时候他们反应过来了 反应过来以后呢 哈哈大笑 我是一种另外一种表示方法 也就是说 这个大学呢 很明显的就是在包庇骗子 我们前面有个理论 如果我们都知道他是个骗子 而你在包庇的 你说他不是骗子 那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你也是骗子 吴子佳你在包庇蔡甲博士 替一个骗子说话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小偷 而你却跟我们说 你深信他不是小偷 那就证明你吴子佳 你也是小偷 那个所谓的学者 你坚信蔡甲博士有博士 你也是个假博士 假学者 不是吗 只有骗子才能够包庇骗子 只有小偷才能包庇小偷 只有罪犯才会包庇罪犯 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看哪个总统他不骗人 他们后来就无话可说了 我说你给我举个例子 哪一个总统是不骗人 是不撒谎 是一个诚实的总统 你告诉我 你小孩说不出话来了 当然了 这个东西 这种表述方法呢 对一个小孩呢 比较深奥 他需要拧这个弯 当然一听就懂了 就哈哈大笑了 小孩他拧不过来 他得拧一会儿呢 到最后呢 是懂非懂的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过来 我们再说 伦敦大学 既然发了这么一个声明 那马上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在台湾这个立法院呢 就有一个彭文正他们的一个记者会 我觉得伦敦大学这个动作 就是告诉全世界 我是一个骗子大学 要想当总统骗人 在我这毕业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总统了 不就是这样吗 所有的骗子已经全部浮出水面了 浮出什么水面了 伦敦政经浮出水面了 我就骗了 我就造假了 我就不给你证实 伦敦大学跟着也浮出水面了 我就骗了 我就保护一个骗子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 没人能拿他怎么着 对吗 英国都不拿他怎么着 搞不好英国在后边也是鼓励他的 也是一个支持者 在这种情况下呢 没有人能拿他怎么着 吴子佳也浮出水面了 吴子佳依然还是一个超级绿嘴 别玩什么被民进党开除了 那假戏 那些学者也浮出水面了 你不是什么学者 你也是个骗子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消息呢 就告诉我们骗子大学 骗子博士就可以当骗子总统 在这地球上可不止一个 后边还有很多 我相信还有很多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兴趣再知道了 明白这个道理 一个公式出来以后 都一样 没有区别 对吧 我们先停到这吧 其他的话题我们过两天再说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idades 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